大家好 我是Wincent 今次为大家介绍R镜怎样变成一支望远镜 其实LIGA都是一间挺特别的光顾公司 其实它本身除了做相机之外 都有其他光顾的器材 例如望远镜或测量仪器方面的东西 远在大约在俄诗头年代未担心M机的时候 LIGA曾经做过一件小配件 是比Elma 94光圈这支螺丝头镜 用来变成一支单桶望远镜 方便一些人行山或拍摄的时候 它可以不需要攜戴望远镜 而可以用身上的摄影器材镜 便可以变成一支望远镜 到现在LIGA在R镜头 亦做了一件小配件 是让它安装在镜头上 当作一支望远镜 现在手上这一件便是 这件配件挺有趣 一个很小漏斗的名状 同样它也挺细心的 因为你看到它有眼底调节功能 可以帮助每个人的眼底调节不同 安在镜头上 现在我们手上有支R90mm镜头 我可以尝试一下安装镜上去 同样都是红点对红点 一锁就确定了 就和安装相机一样 现在新了出来 当年光圈就开尽它 就不要收光圈了 因为收光圈的话 因为景深问题就暗了 就很难对焦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调教Focus 很清楚 可以看到软的东西 这些R镜真的很漂亮 现在R镜头价钱都比较上便宜 除了90mm来说 我也试过一支镜头 因为这支Zoom镜 望远镜有Zoom 挺好用的 这个就方便了 长焦它的单筒望远镜 同样教Focus之后还可以Zoom Zoom的距离都比较近一点 看小雀都可以 完全没问题 拍摄角度 应该是看东西的角度 因为现在正在看 不是在拍摄 除了这类镜 拉架这一件配件 基本上可以用在90mm以上的镜头 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例如12.8 Apple Marco 都同样可以用它安装上来看 这个小望镜配件 都挺好用的 现在来说 如果在市场上 或者在现时市面上 如果我们买一支拉架的望远 价钱都会过万元 如果这件小配件 现在现时的组合来为例 都不用一万 实在很划算 这次为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 尖沙咀和旺角的门市 我们的同事会对大家 可以讲解一下 各个配件的怎样用途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